大家好,這邊是軍事風格高莊潛 我們很久沒有拍就像軍服的影片了 所以說今天剛好我們趁在八戰炮戰63週年的時候呢 我們就來介紹這一場交戰雙方的軍服比較 這場炮戰呢,在大陸又稱金門炮戰 是一場國軍與解放軍在陸上的最後一次對決 然後這場戰役呢,也就是我們兩岸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 所以相信大家對這場衝突並不陌生 但說到當時交戰雙方的穿著呢,大家肯定就不是很了解了 對於國軍的印象,其實大家印象都是穿著草綠色的衣服 就如同跟八戰炮戰呈現的那個模樣 然後解放軍呢,就是穿著那種土黃色的衣服還有那個解放帽 但實際上是這樣子嘛,那我今天就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八戰炮戰呢,其實發生在1958年的夏季 當時國軍的確穿的是草綠色的衣服 但當時士兵的草綠服,與我們現在熟悉的草綠服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只是小小的細節嘛,可是當時的士兵的領子 其實不是襯衫領,是小翻領的設計 只有軍官那時候才穿著襯衫領的軍服 然後他們還會帶剪判,因為他們是軍官嘛 然後到了秋冬季之後呢,就會換成草綠色的中山裝 當時八戰炮戰的時候呢,我們其實已經大量使用美式裝備 比如艾曼鋼盔啊,泰姆森衝鋒啊,還有 艾曼格蘭特步槍啊,卡平槍之類的武器 然後,這個影片中,秋瓜式的彈夾帶呢,也是我們活造的裝備 就是專門安裝衝鋒槍的彈夾用的 解放軍呢,就比較不一樣 解放軍那時候已經換發五八四軍服 五八四軍服其實與五五四的差異不大 就是,以士兵來說的話 士兵的袖子啊,還有帽子的設計並不太一樣 其實五五四軍服的最大特色就是蘇聯式的穿石帽 原定在1958年更換成那種解放帽 可是因為穿石帽的庫存量太大 所以就一直到1959年才替換掉 所以說呢,在八二三砲戰期間 兩岸的軍服其實都充滿著外國的影子 我們國軍其實就是一種親美的路線 所以說呢,我們美國的影子比較重 那解放軍因為一種親蘇的路線 所以說,解放軍的服裝啊,裝備上的蘇聯軍的影子比較重一點 其實這跟1949年的時候其實已經差了十萬八千里 在1949年的時候,國軍跟解放軍幾乎穿著一樣的軍服 但解放軍幾乎是拿著美式武器啊,裝備啊 那國軍呢,那時候大量使用國造裝備跟日本裝備 可是呢,才不到十年的時間 國軍跟解放軍的裝備已經有明顯的差別了 比如說,從八三砲戰的時候呢,其實很明確看出來 兩岸之間的政府背後的老闆是誰 這個就非常的明顯 好了,今天的節目呢,就介紹到這邊 以後什麼特別想要讓我們介紹的軍服啊,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記得關注我們的節目,謝謝 那這邊我順便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之後會出版一本叫做 《光輝記憶抗戰與內戰》這本書 那這本書從1930年代到1958年的八二三砲戰 那喜歡的朋友呢,歡迎參加我們的目擊之心或是之後的預購活動 請點下方的連結,謝謝